看似是中国军机在压缩台湾的ADIZ 实际上是这些演习的过程中被美军压缩到 他们必须去驱赶美军 这叫做反抛围嘛 你本来意图的目的是想下台湾 或者是说让大家觉得南海跟台海 你已经实质已经控制了 或者是你的军演基本上是主权的象征 美国用这样的方式 然后老公用这样的回应方式 各位没有发现党势差非常多 最后美国的神盾舰现身南海 共军也呛非法闯入 这又是另外一个政治意涵 什么意思呢 你跨越台海中线 我就直接塞你南海 实际南海 告诉你说我刚才所说的 南海是自由通行的国际海域 这不是你老公一个人说了算 所以这叫什么台海问题国际化 即便就回到这个 老公昨天又打脸我了 我实在想不出梗 我昨天说为什么是81架次 70架飞机嘛 11艘船嘛 正好这叫什么 70架 711 不是 81啦 81是建军节啦 但我今天想不到梗了 他已经破纪录 昨天那个是平纪录 81是平去年裴洛西来台 老台军机舰最高的这个架次 今天的光啊 军机就已经91架次了 那各位看懂了吗 这叫人海战术 是 军机绕台 基本上是人海战术 美军四两拨千斤 对 在值的不灭呢 根本不管你的量 值跟量的对比 最后啦 大家想 那个山东舰到底在哪里呢 山东舰呢 昨天是在石环岛左边 现在宫古岛左边 这有什么样的战术意涵呢 第一个 我不用飞弹 我也可能可以封锁台湾 因为呢 上面搭载的签食物嘛 第二个是呢 各位我们都知道 台湾最重要的战力呢 是在西半部 东半部呢 大家最有概念是什么 保存我们的有生战力 就是加山基地啦 加山基地起飞 它已经坐在 那个战斗位置了 当你要拉高机身 开始呢 进行缠斗高度的时候 老共的飞机 在那里沿正以待啊 其实看这个图就知道 因为山东号的舰载机 是歼15 歼15是绿色的 没错 唯一一个从东边过来 瞄准加山基地 就是歼15的舰载 没错 就是歼15就是山东号舰载机 然后宇舌还在掉15代啊 这刚好挡在 一二岛链之间啊 对 1944年 台湾上空的空战 请问 那时候的美军航母 所处的战斗位置在哪里 就在这里 因为状况一样嘛 日军防御最严密的 都是西南 或是台湾的西半部 从后山穿插 雷达那时候抓不到 不过那是24业弹的事情 老共现在的战术呢 基本上与时俱进 目的就是我刚才所说的 锁定加山基地 不用飞带 也可以封锁台湾 为什么封锁台湾 这也是属于呢 他反介入啊 战略上的战术作为 桃野共同谴责 共击还有共军的新闻 立法院代表台湾两千三百万人民 向中国当局表达严正谴责与抗议 并要求中国当局 立即停止对我国的武力恫吓 中国当局以军事演习为手段 欲阻止我国援手外交 理智伤害台湾人民感情 严重 威胁区域的和平安全 也违反联合国宪章最基本的原则 本共同声明代表 我国人民对中国今年的严正抗议 并呼吁国际社会共同谴责 中共当局的野蛮行为 是宇昌老师当然了 共击中共环台军演第三天 共击12小时91架是烙台创新号 这当然朝野都要去谴责 当然我们给国民党这边按个赞 可是有趣的事情是 这一次的军演除了我们紧盯之外 美军也在紧盯 有趣的是这个新闻 中美军机台海对峙对话曝光 美军机闯入演习区 解放军挂荡出击 这是什么美国政府在刚刚公开说 正在密切关注这个军演 出动了白羊座侦察机 波赛顿侦察机 RCE35侦察机 还有KCE35加油机进行 后勤支持与多架次的秘密军机 也前往军演演习周边 借此呼吁北京克制 所以宇昌老师 看起来中国恰雅雅 看起来中国是到处都有军演 可是实际上陆海空 都被台湾跟美国紧盯 一句一个成语就可以形容 现在这个状态 糖浪捕蟹 看捕蟾 我今天怎么了 糖浪捕蟹黄雀在后 不是今天怎么了 是你昨晚怎么了 昨天我睡太饱了 难得晚上没有行程 糖浪捕蟹黄雀在后 你意图包台湾饺子 但是你已经被人家反包围了 这些军机型号有三个很重要的美港 第一个是什么 白昂座是EP3 波赛顿是P8A RC13有侦察机 这是什么意思呢 去年裴洛西来的时候 我看到有一篇很重要的评论 说这是天上掉下来的礼物 什么意思呢 你做演习 把你家的家当都拿出来 对美台来讲 刚好是捕捉你军事机密 或是性能参数赚了机会 刚好是收集资料的好时机 没错吧 我们说我们做实验需要参数 做战场军营 一定要了解你的战术作为 搭配你的军机 或是军舰的相关的性能 所以你可以发现 前三种型号都是电针机 电针机就是用来抓你的什么 捕捉你的所有的参数 你的参数嘛 好 这是电针机嘛 这个是什么 不回去了啦 因为你看到KC135嘛 对不对 一直在这边绕 因为大家都知道啦 如果要来支援的话 有两个基地 但是呢 都大概1000公里左右 第一个是什么 冲绳的加售纳 第二个是呢 关岛的那个基地嘛 我们说 刚好第一岛链 第二岛链 最主要的两个基地 但是起降 基本上就没办法及时啊 我抓完了参数之后 就回去了 除非呢 你是用接力大队的方式 但是你出现KC135的概念是什么 这你说很清楚 后勤补给跟支持嘛 对 最好是一些同样型号的飞机啊 不断的去补充它的参数嘛 对 比起呢 接力大队呢 接一棒 后一棒 回去在分析上的数据 来得及时 因为这飞机直接可以把相关数据 传回基地嘛 我说的是安德森空军基地 我说的是在关岛的 或是加首纳或是普天间 及时在现场做转播 看直播的意思啦 还有呢 最有隐藏版的 对 多架次秘密军基也前往演练 刚才上节目之前呢 什么东西啊 他这边写 这次都直接讲型号哦 对啊 这个就特别补一句 还有多架次的秘密军基也前往演习圈 周边耶 把它包围住包饺子耶 说的嘛 那个广告台词啊 哇 我抓得住你 但你抓不住我 是 这不是F18啦 这也不是F35啊 F18基本上又不是逆中战机 对 他给公开讲的啊 F35不是用来蟬斗用的 对 但是呢 最有可能是什么呢 两个都兼具的 猛禽 就是F22 是 这话都讲这么白了 他看老公 你知道我这是什么吗 你还是啊 摸不着头绪的时候 那才叫做宿罪啦 这会吓到耶 就说如果老公的雷达只发现说 有一群这个什么侦察机 电圈机 现在靠这新闻感会吓到耶 没错 也就是说呢 我随时呢 这里面啊 除了捕捉参数之外 当然还那是战术上 还可以去测试中国雷达的能力 没错没错没错 你到底有没有抓到我吗 对 你到底有没有抓到 我已经看见你了 I'm watching you 但是啊 你有看见我吗 没有吗 猜猜看见是什么 但答案呼之欲出了吧 这就屌打什么 双方在军事科技上啊 基本上是差好几个档次 接着政治效应 什么叫政治效应呢 美国都主张啊 自由航行权嘛 是 你现在呢 把这个南海啊 跟台海当作自己的内海 我用具体的行动 打脸马英九 你不是说什么 我航母落后他20年啊 离你之号啦 你不是说守在集中在 美军不会来 一演习啊 视为准战争状态嘛 是 我们一定要这样思考嘛 啊你来了 我随时都来啊 我是拿这样的档次 这样的内容 给老公看 给呢 在地协力者看 是 很好笑的地方是啊 哎 啊美国哦 做这些动作之外 也不忘干嘛 双方也有文化交流嘛 解放军下 美军喊话的原文 就整个这样子 被我们国军监听到 啊对对对 美国军机 这什么 这个小粉红就会高潮啦 哎 我们也已经做到了 美国啊 我们已经粉碎了 美帝啊 这个燃子第一岛列的决心 美国军机 美国军机 另进入五方演习区域 为确保女方安全 请立即离开该空域 他只能做这样的空战喊话 对啊 可是问题是 你做这样的空战喊话 他得到什么